大家我是Paul周到周五英文一季度 现在你应该已经知道江泽民过世了 这应该是一个震动世界的大新闻 因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在位相当久的一个领导人 我对他其实是非常的 你要说熟悉吗 算吧 因为我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在我年轻岁月的时候 一直以来江泽民就是中国的领导 我们就来看看外媒怎么报道 他的时讯的 OK就怎么样回顾他的一生的 OK所以他我们看到开始 其实这边就有一些字 我觉得很酷 等一下都会看到 Wiley这个字 Garrulous 我们拧错 Garrulous应该没错 因为他特别标了一下音标 因为这个字对我来说也蛮深的 Garrulous Garrulous什么意思 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没关系 就外媒对他的报道 总是说的是 好所以 其实我们看 这句就应该可以看一下 所以Mr.江泽民 A wily and garrulous politician presided over a decade of meteoric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ost-天安门 era 好里面好多的 哎你看post-天安门 天安门事件都知道了 所以在天安门事件后 就有江泽民掌权者 那他很wily 他很garrulous 现在就告诉你 然后wily是什么 wily就是 我这边做了不少笔记 这个wily 其实说的是狡猾的 我好像没打中文上去 所以他这个狡猾又非常的garrulous garrulous是什么呢 那马上看一下 刚这边都有做笔记 excessively talkative especially on trivial matters 他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描述 所以他很爱讲话 特别是讲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屁事 这样都有一个英文形容词 叫做garrulous 所以要是你妈 你爸很碎念 那常常在碎念你很多 很trivial的matter 像说今天穿衣服 怎么不扣最上面这一刻 very trivial right 口香糖 不要脚超过十分钟 对牙齿不好 有这个说法吗 可能没有 I'm making things up 但总之这样就叫做 trivial matters 所以excessively talkative talkative这个字都很好理解 就talk这个字嘛 talkative爱讲话 所以特别爱讲一些 碎念一些小事情 garrulous 所以他们说他是一个 又狡猾又很爱碎念的politician 你可能都不知道江泽民这一面吧 那他呢 他在位了超过十年 所以这里有一个字 preside 你对另外一个形状应该比较熟 叫做president president你知道叫主席呀 或之类的 主席就是坐在那个大位上的人 所以preside over something 这个动词片语 preside over OK 所以preside后面 往往讲的是over 就是你呀 就在这个组织里面 你坐在他的最高那个位置 所以preside over 是整个organization 我们大概这样的说 所以这个字 跟后面这个字 其实长得很像的 所以其实 这就很像 像reside跟resident一样 resident是居民或之类的 if you reside somewhere 就是你住在什么地方 所以reside reside preside 所以都可以从动词加变成名词 resident跟president 好这样子OK 好所以他preside over a decade 所以他坐在位了超过十年 在这个十年中 中国有了非常了不起的经济成长 说medioric 所以media这个字是那种 流星 陨石之类的这样子 难道 这很奇怪 如果今天是一个medioric 陨石流星 那不就是往下跌吗 可是一般讲的是好东西 这样子 所以medioric 一般来说是一个正念的形容词 就是了 好anyway 那下面开始 其实刚刚只是图说 所以下面这里继续说下去的就是 他是来自上海的communist kingpin 什么是kingpin king是国王 你知道pin是什么 所以这是保龄球的那一个概念 所以保龄球的那一个 你知道排成一个三角形 对不对 那最前面的那一个就叫做kingpin 总之就最重要的要角就是 所以他是个上海的communist kingpin 那他是被 他是被挑来领导中国的 who was handpicked 被谁handpick 应该是邓小平 所以邓小平handpick他 亲自选了他来lead China after the 1989 天安门square protest 所以在国外都可以正常的报道 天安门的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中国国内可能就不知道了 好那这边又讲了刚刚讲的部分 所以这没问题 那他96岁 he was 96 好我们再往下看 他的死因是细癌 或者就叫做白血病 以及各种不同的器官衰竭 所以这里说 So a communist party announcement issued by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said he died in Shanghai of leukemia and multiple organ failure 所以leukemia就是刚刚说的 好喜爱白血病 这里都做笔记了 那organ failure organ就是器官 好那failure就是失败掉了这样子 衰竭掉 所以organ failure也没问题 再往下看 his death and the memorial ceremony is to follow come at a delicate moment in China 其实这我没有很想看 不过我刚刚开头念了也就算了 没关系 所以他死亡跟他的这个总之会做的一个 这个memorial ceremony 就是悼念的这个意识 所以come at a delicate moment in China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很微妙的很脆弱的一个moment 所以delicate这个字又是很易碎的 也可以说是很微妙的这样子 所以的确现在这个moment非常delicate 因为你知道有那个白纸革命 对不对 所以这个ruling party正在confront这些抗争 所以where the ruling party is confronting a wave of widespread protests against its pandemic control 所以他们有这个 总之你知道疫情的控制 所以它这些protest就是来冲着这些来的 所以confront就是去正面面对它 冲突着 so confronting a wave of widespread protests against what? 中国的 就是党中央的 its pandemic controls 所以出现了一个 a nationwide surge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unseen so since the Tiananmen Square movement 好 所以这是从天安门之后的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个东西 好我们照顾一下看 那就开始描述他了 so he was president of china for a decade from 1993 所以从93年一直到03年 都是他 in the eyes of many foreign politicians 所以你看这是在外国人的眼光看他 所以在外国人的眼里 或者外国政治人物的眼里 so in the eyes of many foreign politicians Mr. Jiang was the garrulous 刚说的 disarming exception to the mode of stiff unsmiling Chinese leaders 所以这里你可能会有点看不懂 我们就再把它仔细看一下 所以他是一个刚说的garrulous 我讲好几次了 总之就是很爱碎念 the garrulous disarming disarm是把 就把那个武装卸下的 所以arm这个字你知道是手臂 可是也可以是军火或之类的武器 所以disarm就是让你自己 手上没有军火了 没有武器了 所以如果说我的微笑 能够让你卸下武装 I have a disarming smile so 所以这个江泽民 他是一个很disarming的人 所以有一次可以让你卸下心房的 所以他算程度上 难道算他有魅力吗 不知道 还没看完 所以他是一个garrulous 多话的 又很disarming的一个例外 他是一个disarming的exception 为什么说他是例外 因为一般来说 中国培养出来的领导人 都是不苟言笑 所以他是一个disarming exception to what exception后面接的接气死亡 就是to 就对什么来说的例外 so he is an exception to to什么呢 to the mold 这个mode就是模子 所以中国专门培养出 用一个模子培养出 不苟言教的领导人 right so he is an exception to the mold the mold of what 所以什么的模式呢 什么的模式呢 of stiff on smiling Chinese leaders 所以Steve就是很僵硬的 所以又僵硬的 又不爱微笑的中国的领导人 他是个例外 OK了 那他会干嘛呢 所以他下一句 马上就举例子给你看 什么叫做他是个例外 He was the communist 他是个共产党员 那who 形容是直接接下去 He was the communist who would quote Lincoln 他会引进句点 讲林肯讲过的话 美国人听了就开心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会quote 林肯 proclaim his love for Hollywood films 他还会公开宣布 他很爱好雷屋电影 proclaim his love for Hollywood films 以及最后一个 and burst into songs like love me tender 他会突然间 突然间就开始唱歌 burst into songs 什么样的歌呢 love me tender 是猫王 Alvis Presley唱的歌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就这一首 听过就听过了 所以突然间唱起歌来 这个人就这么样的有趣 那中国这边反而会觉得 对他这样子的这种 我们领导人竟然是这个样貌 在国际间 我的印象也是这样 就张江泽民在 就被拍到一些参加国际场合的时候 是会好像会对一些国外的女性领袖 毛手毛脚的 这是我对江泽民的印象 所以他会拍到 他可能牵着人家手 就开始想要跟人家跳舞起来 他可能觉得外国人都这样 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中国人本身就觉得 你在干嘛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比较 对他不着迷的 的这些Chinese 所以less enthralled Chinese call him a flower pot OK 所以比较不 enthralled的这些中国人们 称他为花瓶 所以enthralled这个字 今天的生字还蛮多 我必须说 所以enthralled就是着迷 I'm enthralled with or in something 这样子 enthralled 这个字其实没那么常见 好 所以比较不enthralled的Chinese 叫他flower pot 花瓶 把它比作一个frivolous ornament likening him to a frivolous ornament frivolous就轻浮的 你看我刚刚讲 描述轻不轻浮 拉着人家手开始要跳舞 所以他很frivolous轻浮 ornament装饰品 也就是flower pot 没问题 OK so likening him to a frivolous ornament and marking his quirky vanities 然后就一样 mark就是嘲讽 嘲笑着 他的quirky quirky是古怪的 again 我刚刚说的描述这些例子 是不是会觉得这个领导还蛮古怪的 他很quirky 然后又有充满了vanity vanity就是虚荣 所以他可能觉得就你知道代表国家就跟人家开会蛮虚荣的 牵起人家手就要跳舞这样子 所以嘲笑他的quirky vanity 在后来 in his later years young fans celebrated him 所以后来大家就觉得 嗯呀OK 我们就觉得他很棒 耶好棒棒 celebrated him 年轻的粉丝们 可是也会用一种就开玩笑的方式去celebrate他 所以逗典后接的一个片语叫做tongue in cheek tongue是舌头 cheek是脸颊 所以难道是这个动作吗 tongue in cheek 对不起 要是你没看萤幕就酸了 但这个expression的意思就是我这可以看一下 ironic flippant or insincere 所以flippant的意思就是not serious or respectful 所以tongue in cheek 我们中文讲开玩笑的 但我希望你用英文来去理解它 ironic的意思是很讽刺的或之类的 这样子 很讽刺吗 这个翻译有没有对啊 好了就当作诗好了 那flippant刚看到就是很不严肃 然后也没什么很尊重的 insincere更是不真诚的 所以要是你做了一个 你描述一件事情 你是用一个tongue in cheek的expression来描述一件事的话 就表示你并不是真心的去认为这样子的 OK就开玩笑的 这样翻译也没错了 所以他们有celebrate他 tongue in cheek with the nickname toad 他们叫他toad toad是什么 toad有 我都没记错的几个意思 一个是铲除 好像另外一个意思是香菇 所以toad t-o-a-d这个字 toad 好 可是啊 可是他事实上是个很聪明的人 因为我看过一些他其他相关报道 他学霸什么这些的 所以我不读下一段给你听 but Mr. Jiang's unexpected rise and quirks led others to underestimate him and over 13 years as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he matured into a wily politician who vanquished a succession of rivals 哇这段我觉得讲出真正真相 所以他的这个并没有让人家预料到的这个崛起 因为他刚讲是邓小平handpicked嘛对不对 那很多人可能没预料到 所以他的unexpected rise 以及他的 quirks 他的古怪 让其他人就去低估他了 let others to underestimate him underestimate就低估没问题 而在这个13年中 所以13年升为这个总书记 所以13 years as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总书记 he matured 他就成熟了 所以matured可以当动词 成熟进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he matured into a wily politician 狡猾的政治人物 而且把后面的这些继任者都一个一个vanquished掉 vanquished就毁掉灭掉这样子 粘死掉 vanquished so he matured into a wily politician who vanquished a succession of rivals succession就是接续下去 所以他把 而且rival他家复述 所以本来好多人想接他的班 都被他一个个年死掉了 所以厉不厉害 很厉害 能够在位13年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 真的 我们再看这最后一段就好了 so Mr.John's stewardship of the capitalist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that had begun under邓小平 was one of his signal accomplishment 先看这一句 所以他的stewardship 这个字也不是很好翻 说实在的 steward这个字 steward ok 我打出来一下 给大家看 steward 这个字很酷 这个字是一个用左手就能打出来的 所以右手给你看在这里 stward steward 好它是什么意思啊 它在很久以前 我最熟的这个字就是服务人家的人 服务人家的人 特别是在某个产业里面 以前的那个空服员 男生叫做steward 女生叫做stewardess 然后后来发现这两个字有性别 所以通通改掉就变成了 flight attendant或者cabin crew 也打给你看 flight attendant或者cabin crew 很久以前叫做steward跟stewardess 所以steward就是服务人的人嘛 所以他呢 他的stewardship of th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所以也就是说 他事实上是忠诚的服务着 这个资本主义的转变 那这个转变是 邓小平是在开始的 so again Mr. Jiang's stewardship of th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that had begun under邓小平 所以邓小平底下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转变 was one of his signal accomplishment 所以他的刚说的stewardship 是他的成就之一 他的这个signal的accomplishment 那他也累积了很大的政治能量 政治影响力 He also amassed 所以有这么一个动词叫做amass mass就是质量 加个耳在前面变成动词 也就是聚集的大量 大质量 所以He also amassed political influence 政治的影响力 that endured long past his formal retirement 所以他的影响力 就是存活下去 忍忍 因为endure这个字 有时候我们翻译成忍耐 可是把它翻成耐力 可能好一点点 所以他的influence 有这么样的耐力 能够撑着 so endured long past his formal retirement 所以他的influence 远超过了他的正式的退休 退休后还有影响力的意思 okay so again He also amassed political influence influence that endured long past his formal retirement 逗典 后来一个分词 giving him 给他了一个什么呢 a big say behind the scenes in picking the current president习近平 给了他一个big say 这个say 这个才可以当名词呢 所以你看you have a say in something or over something or behind something 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 有话语权 所以话语权的这个名词 竟然就是say这个字 你看英文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他的影响力 就给了他一个big say 话语权 behind the scenes 在这个一切的背后 在背景里面 背景你听起来怪怪的 总之就是这个scene的后面 到底要怎么翻呢 好了 你大概懂 behind the scenes 有时候我们讲 这个好像是 电影里面有一些behind the scenes 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讲说幕后花絮 或之类的 behind the scenes 好anyway 所以给了他一个big say behind the scenes 在什么东西上呢 在选出现在习近平这个人 所以也就是说习近平 程度上是江泽民选出来的 天下有没有很屌 很屌吧 所以总之啊 这个习近平 对不起 这个江泽民 其实事实上 外媒给他的 算是 算是 称赞的很厉害了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人 OK 说了半天我觉得就是他的狡猾 让人家低估他 让人家觉得他是花瓶 可是他可以当13年的 或者就是 应该13年没错 应该讲over the decade 对不对 好 当了13年的总书记 或者应该讲做领导人 超屌的 OK 所以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